一點啦 這裡都有 這樣喔 你沒多少 阿來個床前 一月多 比較大聲 一點 我 然後呢 我一點 然後呢 我一點 我一點 他有一點害羞 這個還是不久的事情 可是今天有週刊拍到 現在什麼 趙建銘連 跟扁家是不是開始慢慢形同這個末路了 小孩子喔 趙義安連畢業典禮 父親都沒有出現 這個 所以說我們看好 這一家人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像有為我們一般常人的看法 比如說陳信怡這幾次 老是被媒體圍讀 老是產生一些事情 但是我沒有看到 趙建銘出面講一句話 甚至安慰他的話 都沒有看到 那我們常常會覺得說 這一家人到底是怎麼了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子 第一個 跟扁家的態度有關係 別人家的態度尤其是吳淑貞 把這個趙建銘 對待他的態度 就跟當初對待陳水扁的態度一樣 認為你是入罪我家 我講的不好聽 是入罪我家 你是因為我而富力啊 那趙家父子的態度呢 當初我看看趙家父子 尤其是趙義柱 趙義柱過去是國民黨 後來是因為呢 這個陳水扁的關係 因為他女婿的關係 又反過來自爆說 當初為國民黨在買票 這種投機的個性啊 很清楚 趙建銘也是這種個性啊 難道不是嗎 所以說呢 在漸行漸 因為中間的利啊 漸漸沒有了 沒有人就是漸行漸演啊 那我希望我是猜測錯誤啦 那到底這是人倫悲劇啦 我覺得再怎麼樣 你還是夫妻吧 還是你的小孩吧 你是小孩的爸爸 他是小孩的媽媽 這個線沒有辦法斷的 這個是負面教材 不過玉琦講說 沒有看到趙建銘安慰誰姓儀 安慰還要通知你嗎 還要公開啊 還要公開安慰嗎 我打個電話給他安慰一下不行嗎 所以這樣夫妻到底 有沒有形容陌路 外人猜不准 那夫妻有時候表面上很好 其實從床一夢 有時候看起來從床一夢 其實真的很好 而且現在不好 一下子就好了 那好的時候 馬上又會變壞 我倒是覺得 這個辯認吧 不需要這樣去推測 那趙建銘 假如我是趙建銘 我會很受不了 陳姓儀 罵他父親那個事情 罵趙一柱去 你罵趙一柱 罵趙一柱 罵趙一柱這種情況下 我要是趙建銘 我會要求你 陳姓儀 在公開場合 像趙一柱這樣道歉 否則的話 我這一輩子 我會討厭這個 叫做重老婆 但是現在年輕人 到底怎麼想的 我們也搞不清楚嘛 這形同陌路 目前看起來 到底是不是這個樣子呢 由他說沒有 參加他兒子的畢業典禮 來看 有可能 但是什麼時候好 什麼時候壞 我們今天會討厭這個比較重 是因為陳姓儀前陣子 那個情緒比較不穩定 做老公的應該來陪他 他記不得他第一次發飆的時候 他是從台南有趕到台北來 這次沒有出現 那今天人家周刊又拍到 小孩的畢業典禮也沒有出現 像他上次發飆的時候 是他岳母通知他 去把陳姓儀給接回來 那我那個必須這樣子講 陳姓儀那個時候罵 趙玉柱是有原因的 因為趙玉柱那個時候是有癌症 他的意思說 台開案發你又有癌症 那你就乾脆自我了斷 讓這個案形成一個斷點 就是說這種媳婦罵 罵那個公公罵得是太過分 但是那我必須這樣講 台開案的整個過程當中 陳姓儀的確是陪趙建民 在仁愛路上非常有名的 那一家那個牛排館吃牛排 然後他們兩個倒是很恩愛 旁邊那個時候都還有隨戶 那我必須這樣子講 趙建民現在跟陳姓儀之間的關係 我們這樣子分析好了 趙建民的祖父死 陳姓儀有沒有奔上 沒有喔 陳姓儀沒有奔上 作為長孫的媳婦 怎麼可以不奔上 他的祖父死 然後台開案後 現在包含趙玉柱撿水棉 他要看三個小孩 還要瞞著陳姓儀 由趙建民偷偷摸摸 帶著去見他的阿公阿爸 那從這幾件事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任何一個人 包含趙建民在內 就是說對於這麼凶悍 對於這麼情緒化的一個人 他能夠忍耐多久 所以我覺得趙建民跟陳姓儀 到底有沒有形同末路 那是他們夫妻的事 但是趙建民跟扁家 形同末路 這個是有跡可循的 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時候 前者陳姓儀的這個 整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民進黨人士 不是說出來幫陳姓儀講話嗎 應該是勸他老公 都去陪陪他比較重要 其實在這種公開論壇 我很不願意談人家夫妻的事 我盡量避免 但是如果有一個太太 面臨那麼大的困境 先生沒有出面 實在是非常奇怪的事 你看我們社會上很多 多少人有困境的時候 他的夫婿或太太一定會站在一起 這有點違反社會的一些 我們的經驗法則 但是他們的夫妻 這不是我討論的重點 陳姓儀在公開詛咒她的公公去自殺 坦白講我第一次 我聽了我也訝異 我們的經驗或我們的教養 都怎麼有媳婦也叫自己的 自己的 我們文化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我覺得我提供一些觀點 或許陳姓儀罵得有道理 因為我對他們造假都不認識 但是唯一打架就是趙玉柱 因為趙玉柱是第一個 控告我這個毀謗案 坦白講哪怕他控告我 我在法令上都非常客氣 我用很克制 很有禮貌 而且他有癌症 當他有癌症的時候我會更客氣 但是我發覺到他的個性 出乎我意料之外 譬如說其中有一個檢察官 叫我們和解了 那和解就和解嘛 我還請張有華先生來作證 因為我又說本嘛 這個過程張有華最了解 我都做和解了 到下一次出庭全部反腿 欸 這跟人們不認識 我覺得就是說 你如果用一種文明方式 跟他打交道啊 在法庭打不透 所以我說提供這觀點說 在陳迅瑜咒詛公公的背後 是不是有 我們不知道 我在法庭有這種經驗 所以我那個官司打了整整三年 第一個檢察官是叫我們和解 他不要和解 只有兩個檢察官都不起訴 這讓我很驚訝說 趙家的文化是不是有問題 所以性格決定命運 趙建民被判七年 趙玉柱被判九年 當然已經幾乎要定驗了 在背後 是不是有我們不知道的原因 為什麼陳迅瑜 用公開詛咒方式 難道只是情緒語言嗎 我提供這個參考 我覺得這裡面 可怕有我們不知道的事實在後面 先說說看一方面 拍是說連趙怡安 欸 那麼多人那麼關心他 那爸爸連他的畢業典禮都不去 另外是說 在吳淑貞強烈的這個期盼之下 陳迅瑜已經決定要帶著 三個小朋友要搬到高雄 可是這樣吳淑貞比較不滿的是什麼 他說女婿啊 趙建民把工作 看得比老婆跟小孩還要重 把家裡面連番出了事情之後 趙建民反而跟外人一樣 對陳迅瑜跟三個小朋友不聞不問 就連放假的時候也很少 應該不是說不願 應該是很少 北上去賠妻兒 甚至連趙怡安畢業典禮都缺席 連小朋友在學校 跟其他小朋友發生一些爭吵的時候 都要靠保姆去處理啊 雖然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叫做 清官難斷家務事 我們也不曉得他們的 家裡是這樣的感情啊 或者一些什麼 糾葛啊恩怨啊 是什麼樣我們搞不清楚 不過社會上基本上還要有一個 既定的期望的標準在那邊 今天 趙先生啊 趙大夫啊 趙建民他畢竟是台大醫學員畢業 台大的醫師 在我們社會上啊 我們對這樣的一個角色 這樣的地位的人 是有一定的標準在那邊 不能差距不能夠太大 他的 雖然說他自己身上也賠了一個官司 但是畢竟他 還是陳信宇的這個先生 陳信宇現在帶著小孩 又面對了一些媒體的壓力 那想出國去念書 又面對了這個被限制出境 不管怎麼說 你作為一個男人 作為一個人家的先生 表現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不管說你對你太太有多大的不滿 至少 在小孩子目前的狀況底下 你不能夠說 好像沒事情一樣 或者沒有很積極的去表現出 你一個先生該有的 我想如果說他今天只有 國小畢業國中畢業 我看我們就不必太批評他了 但今天是 台灣大學的醫學員畢業的高才生 我們對他的期望比這個高很多 不過問題到底出在誰身上 就是你所講的嘛 清官難斷家戶事 不是 是錯在前興宜還錯在趙建林 說不定是趙建林想去 前興宜還要講 你敢出現 你給我試看看 你出現 你跟我是怎麼樣 怎麼樣 有沒有這個可能 你學的挺像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不要先說 誰不對 誰該怎麼做 清官難斷家戶事 不是你想的嗎 超強的 可能性都是有的 可是我們要提醒 這段時間 那麼多人關心 為什麼要談這個題目 除了民進黨 那麼多立法人跟市議員 在關心這個事情 要不要好好去 讓他們夫妻可以和解 甚至都去請趙建民 好好去照顧一下他老婆跟小朋友 這是我們今天討論的一個重點 另外 陳幸宜到底出不出得去 今天周刊聯 批路一個重要消息 說到底啊 北檢跟特徵組 為了陳幸宜要不要出去 兩間是有不一樣的意見 是不是夜底 真的陳幸宜就可以出去 我們要討論一下 馬上回來